大马皇家警察普通行动部队 这个月24号在马泰边境 玻璃市州被走私犯袭击 酿成一死一伤 玻璃市警方今天透露 漏网的45岁主嫌犯是我国公民 他连同三名同党从今天起严扣 还押7天 警方即日起除了加派人员在边境站岗 也调整了巡逻策略 采取更严厉的手法打击走私勾当 玻璃市警方今早9点 将4名年龄介于26到45岁的嫌犯 押到加洋法庭申请严扣令 这4人分别是一名泰国籍男子 以及3名我国公民 其中一人相信就是走私集团的首脑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 向马新社指出 当局经加派刑事调查局 速读局和隶属69特种部队的成员 到各个边界关卡 防守戒备 其中星期三下午在击打的执法部队 就成功击破一宗100公斤的 海洛因走私案 毒品价值高达1000万令吉 另一方面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将会颁发特别勇士勋章 追风殉职和受重伤的警员 针对枪击案的调查进展 我国警方至今共拘留了22名嫌犯 包括4名泰国人驻查 泰国当局则扣留了4名当地人 后者其中3人因为枪击受伤 接受治疗时被捕 马西社电视采访报道